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些节目我们继续聊聊 关于英国唐人街打人事件 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聊这个话题 咱们就是打开事件的新闻 咱们就是一边捋 然后一边看 主题是什么 其实也是我想表达的 就是说中共如何借助海外华人 实施长臂的管制 伦敦唐人街上周末的流血事件 还在持续的发酵 看到没有 集会主办单位 坚称袭击者不是他们的人 为什么这句话我要重复 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打人的时候 他们会问这些主办方 会问这些上边 不管说是统长部 还是什么大外宣 他们问我们要不要动他弄他 上面他们就说你们自己看着办 一般来说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模棱两可的话题 其实就是鼓励你去动手 你不被抓还好 你一旦被抓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承认了 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 就是说被抓被捕 你看一名蓝衣男子失习后 当场被捕 被捕之后 然后集会的主办方就坚称 这不是他们的人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你们这些想要打人的人 你们要考虑清楚了 你们如果要是跑掉了 可能以后在什么同乡会商会 联谊会聚会的时候 上面的领导拍拍尖码 小伙子干的不错 宽件两句 如果说你要是被抓了 被捕了 他马上给你批经责任 这跟我没关系 你不是我的人 搞清楚 今天要讲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个 但是中国的喉舌 环球时报连发两文说 当地华人怒揍港独 这好像说的是民族英雄一样 民族英雄一样 怎么着 就是有点当初什么 李小龙在美国 还是什么霍原甲是吧 这么一个意思 你看现在是在网络上开始掀起一个 一片喊打的声音 网络更流传 英国华人在微信群号召狠狠打港独 而且悬赏1万英镑 然后去征求流亡港人的罗冠聪 和郑文杰的地址 香港人招谁惹谁了 香港已经这样子了 香港都不要了 香港家园已经伤心地了 到了英国去 到英国去还要把人给挖出来 还要人肉搜索杀人 还要诛心 我看到这一句1万英镑悬赏 他们的地址 我是十分的鄙视痛斥气拓这种行为的 因为像我还有一些其他一些这种实证YouTuber 都经历过这种网络暴力 把老黑找出来弄死他 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 你说这种东西 你怕不怕 你可能站在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你觉得好像跟你没关系 你就跟看热闹人一样 但是如果说是当事人经历这种事情的话 那是非常的恐怖的 去年前年 去年前年一次两次三次 就在网上说要把老黑找出来要弄死他 其实当时我特别的恐惧特别的恐惧 现在我倒不怕了 现在你来弄死我 我巴不得这个事情还是把事情搞大搞得人尽皆知 我巴不得弄死我 你难道你就不用负责任吗 弄死我之后 难道你就不用去偿命吗 就说不偿命你不用坐牢吗 对不对 就看到哪些傻子 就那些傻子被当场被捕的人 如果把你给抓了 上面他不会保你的 他说你跟我没关系 知道吧 所以说像这种看热闹不嫌事大 或者说想凑热闹 想去发扬一下爱国主义热情 还是说长期在国外生活觉得憋屈 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那种 什么黑人打不过 白人不敢打 还不敢打你吗 是不是因为这么一种变态的思维 总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戾气 跟仇恨总是希望去通过伤害别人 来满足自己的某种 经验上的愉悦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 就是说在英国的朋友们该报警就报警 该向警方提供线索 就要向警方提供线索 现在这些小粉红 你在国内嚣张就算了 你在网上你做见卖侠就算了 你还在国外你都要在线下 你都要给别人造成伤害 那个这个法律就容就容不下你了 这这样事情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咱们再继续看看 咱们再聊了什么环球时报 然而英国主办方急于和暴力袭击者 撇清关系的时候 中国的猴石 环球时报却连发两文主动交代 打人者就是当地福建联合会的华人 被捕者则是组织方的纠察 这个真的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中共猴舌环球时报主动交代了 那就那真的是胡锡进这次玩漏了 玩漏了 把你的这种就是说跟这种不调不一致 估计要批评了 环球网就直接用上了 当地华人怒咒港独的标题 表示反对亚裔歧视 反对亚裔歧视 是反对亚裔歧视 你去找白人去 有本事你去打白人去 有本事你敢打英国人吗 你不敢打吗 你怎么一边喊着反对亚裔歧视 一边还对着亚裔的香港人动手 恶意打了一台的港独分子一直在高行 港独反华口号叫小捣乱 港独分子不断挑战挑衅之下 有华人追着港独分子一顿怒揍 这里要搞清楚 就算你从胡锡进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字眼 高呼港独口号反华口号 那是人的言论自由 英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人家没有打打抢 人家就是行使自己的这种自由民主的权利 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打人了 谁谁对谁错 这高下就立判了 看到没有集会最后 说明来自福建联合总会的华人忍无可忍 与蒙面闹场的港独分子发生冲突 还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是不是 你以为你是看那个什么新少年巫族 红西瓜 是不是看李连杰的电影看多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了 就打人了 你打人你就犯法了 你打人 伦敦警方就要拘谱 打人了 警方拘谱了活动一方的组织 之后他却对闹事的港独分子 姑息纵容 好像是伦敦警方拉偏价一样 而实际上人家这些香港人 人家自由民主和平 离非暴力 人家并没有搞什么非常就是说破坏当地法律的事情 没有 怎么就变成了对闹事的港独分子的姑息纵容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细节 细节咱们就不看了 中共宣传机器启动墙内喊打声此起彼落 看看强硬的小美红纷纷留言 赞就是点赞这些海外华人打港人说打得好 当然要这样对待港独分子 不然海外华人不好过 臭宠到哪都被嫌弃 嫌弃的是香港人吗 嫌弃的是谁 自己心里有数 你说说这么一个华裔的民族 就这么一个群体 真的 所以说我就离开了华人群体 我不能跟他们待一块玩了 有时候就是说不去谈论政治的时候 是不是在一块俱乐会吃个饭喝个酒 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善良 有时候还很仗义 你有时候找他们帮忙 有时候他们还帮你忙 但是一旦跟政治扯上关系 马上就跟什么催眠的一样 马上就那个信号 你脑海中这么一个信号 就是说该愤怒了 该打人了 就是说一旦谈论政治 马上人就变得很有力气 特别想去伤害别人 就是华人这么一个群体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 部分人少部分人 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的华人 好像对于政治都是不太关注 因为每天光忙自己的生意 已经忙的是 就是说已经忙的 特别的哪有时间去关心政治 我接触的很多华人根本就没时间去关心政治 他们就是做生意 开酒吧的 开百人店的 开其他的 就是说开餐馆了 但是有一些人应该说怎么说 而且这个比例还不少 一部分人 他们就是说把这些华人的名声给污名化了 所以有时候还总是有些人总是喊喊口号 什么远离华人圈不华人圈 其实这都是一部分人 把这么一个群体的名声给败坏了 咱们看看罗冠聪怎么说 罗冠聪不是被人用了吗 他说要让国际了解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 罗冠聪在脸书上回应表示 自己在推特上以唐人街袭击事件为例 分析中共统战工作后 激进来悬赏寻仇的敌意 强调只有继续结算这些中共的话术 我们才可以制止中共的统战组织影响舆论 他特别的提到如何令国际舆论了解中国 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 以及令国际社会关注中共的人权侵害 是国际线的重要一环 在这里坦白讲 我虽然说我比较同情刘冠聪的遭遇 但是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因为国际都乱了套了 包括联合国 包括无影联盟都乱了套了 就是说 刘冠聪如果说能够看到我这期节目的话 如果说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我想表达的事情 其实和平理性非暴力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但是我也不是说鼓励你去打打抢烧 而是以一种合理的不是合法的方式 去斗争 但是不是合理非的方式 什么样的斗争 你懂的 像周庭黄智峰那一种 那一种我也是觉得不可行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香港人我一直我是站在香港人这一边的 但是对于香港人有时候一些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那些这种方式 这战略上我觉得就错了 好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要说陶仁街打人事件 这事没完呢 以后还有的 不在英国在其他的国家还会出现 法国瑞典 美国北美到处都有 哪里都有 共产党不倒台这种事情就不会杜绝 永远都有 那就先聊这么多